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王闻报 高喊大事不好 飞龙公主听到丈夫被狄青杀死 哭得当场昏倒 下王给予援救白鹤官 一面到红泥城调猛将星星罗海 一面传令太子前来商议 太子达玛花听说黑利阵王 怒气冲冲要求前去报仇 下王拗他不过 就让他出征 达玛花带着开山大府 率领人马来到白鹤官 苏儿带把他迎入关内 白酒接风 席间正在议论军情 小军来报 宋将又来挑战 达玛花怒道 带我去秦来 他带了一千个兵丁 一声炮响 冲出关来 大叫来将通名 宋将刘庆报了名 达玛花也把姓名说了 两人立刻使动兵器打了起来 战了三十余回 刘庆渐渐不知 刚要后退 给达玛花一把抓了过去 下兵驱使追杀 宋军大败 狄青又命十余出阵 战了七十余河 也被活捉过去 宋莹连哲二元大将 狄青闷闷不乐 张忠 李毅一同上前 请令出战 狄青道 达玛花武艺高强 二位恐怕难敌 还是本帅亲自出马 见机而行教佗 狄青分副章中手营 李毅压阵 他顶亏穿甲 率领一万人马 来到阵前 达玛花看见狄青出阵 暗想 若擒助狄青 功劳不小 便武动大斧来战狄青 狄青与他战了八十余河 诈败而逃 达玛花不知事迹 拍马赶来 狄青带起金漏鬼脸 勒马回转身来 达玛花顿时吓破了胆 立刻栽下马来 狄青举起金刀 山地砍为两段 李毅督令三军 趁势抢官 众下兵四散逃命 李毅冲到城门口 一枪刺死俗而带 宋军占领了白鹤关 放出刘庆十余 捷报传到雄关 孙秀暗暗叫苦 他又使出轨迹 一面扣住战暴 一面巨发军详 且说星星罗海带了十五万大军赶来 听到白鹤关失守 命全军火速前进 大军一道 就把白鹤关团团围住 星星罗海决心活捉五虎将替太子报仇 星星罗海亲自把战书设上城关 叫狄青自负投降 免动干戈 狄青看过战书道 狄将十分无礼 哪位兄弟去毁他一阵 张忠道 末将冤枉 狄青叮嘱张忠 星星罗海不是寻常人物 需要小心 张忠奉命就提刀上马出城 张忠到了阵前 与星星罗海战了二十余河 就绝不知 只得败下阵来 狄青又命时遇刘庆出马 都给星星罗海杀得大败而回 伤了许多兵丁马匹 星星罗海在关前要武扬威 要狄青出来较量 否则就要送军退出西夏境界 狄青震怒 立即披挂上马 来到阵前 两下报了姓名 大战一百回合 不分胜负 一连大战三日 狄青不能取胜 就使出穿云剑 不料星星罗海也会法术 把剑挡了 狄青又把金漏鬼脸带上 也没有用 星星罗海只是举起狼牙棒 呼呼地打来 数日来 宋军总是损兵折将 而星星罗海却又得到援军数万 气焰更胜 一天 关外炮声隆隆 人喊马斯 下兵在攻关了 狄青十分焦急 不一会 四门守将都来告急 狄青下令 白鹤官是战略要地 务必坚守 守官宋军只有五万 狄中我寡 白鹤官是难守住 狄青便与众将商议 众将主张不易 有的要向孙秀求救 有的说还是到丹丹国请双阳公主发兵 狄青暗想 向孙秀求救 无意与虎谋皮 还是到丹丹国向公主告急 狄青打定主意 便向众将说了 并写了密信交给刘庆 命他驾习云怕 火速前去 刘庆拿了信 驾起习云怕 腾空而起 直向丹丹国飞去 不消半日 刘庆已到丹丹国京城 他打算在饭店里吃了饭 再去驸马府找双阳公主 刘庆走出饭店 正好公主打猎回来 他就拦路相见 把狄青的亲笔信递给公主 公主日夜思念丈夫 拿到信也来不及 与刘庆讲什么 就当街拆看 双阳公主看完信 不禁哀了声 吩咐女兵把刘庆送到驿馆 她立刻去见国王 已过上朝的时候 公主直到后宫 把狄青兵困白贺关 派人求救的话说了 国王一听到狄青 脸色一沉道 此人无情无义 不别而行 还理他作甚 国王还说本国兵力单薄 不要为这无情之辈伤了国家元气 不能随意发兵 公主就把狄青挫走国度 现在只有平定了膝下夫妻才能团聚的话说了 国王也不答应 公主没法 只得去求母后 独类连连的说 父王如不发兵 臣儿只有一死 王后听了大惊 连忙抚慰公主 答应去劝说国王 发兵替狄青解围 经过王后的横说述说 国王才答应让公主带十万人马 前往白贺关 公主大喜 他连忙回到驸马府 派人去把刘庆请来 叫他先回白贺 观送信去 刘庆走后 公主连夜收拾兵器盔甲 调集人马 决定次日出发 公主就服心切 率领十万大军 马不停蹄 杀奔白贺关而来 但白贺关形势危急 狄青亲自率领士兵 一次一次的把从云梯爬上来的下兵打退 一会这边来说 泪目挥石使用完了 一会那边来抱城墙 给下兵轰掉个缺口了 白贺关在狄青沉着指挥下 暂时转危为安 然而更严重的事情又来了 军中粮草浆用完 自从刘庆带回口信 狄青日夜盼望公主的旧兵 不断要刘庆去探望 可是刘庆回来说 丹丹国的人马看来还有三五天的路程才能赶到 这时星星罗海又来攻城 下兵齐声喊着 狄青 狄青 再不投降 包皮抽筋 情况十分危急 狄青拔剑勉励将士说 一定要与白贺关共存亡 以死报国 就在这个时刻 忽然下营后面一阵大乱 原来双羊公主的援军提前赶到了 双羊公主一马当先 舞动梨花枪 如入无人之境 一连冲破下营七重阵 星星罗海拍马回转 双手挥舞着两条狼牙棒 劈头盖脑的朝公主打来 公主舞动梨花枪 急驾相迎 两人枪来棒去 杀得难分难解 狄青得到消息 立刻调集五千人马 分三路出击 驾攻西夏军营 东路石域 李毅 西路刘庆 张忠 中路狄青和四元牙将 一声炮响 开关冲出 下将除了星星罗海 其余都武艺平常 这一个大反攻 直杀的下营人羊马翻 星星罗海被双羊公主站住 无法脱身 眼见自己的兵将乱奔乱逃 棒法也乱了 他的战马被双羊公主刺中一枪 那马一声哀鸣 四体乱腾 星星罗海几乎栽下 星星罗海心里一慌 虚晃一棒 拉拉将绳要逃 可是那马已不由控制 他连忙翻身滚下马鞍 只身而逃 他虽没有坐骑 但两条狼牙棒还使得十分凶猛 公主便从宝囊里取出乾坤锁来 只见他的手在空中一扬 乾坤锁滴滴溜溜的直飞过来 星星罗海吓了一跳 星星罗海知道这法宝厉害 刚要转身逃走 那乾坤锁以乎的一下套在他身上了 双羊公主的女兵跑过去 按住一刀 把星星罗海的手脊割了下来 主将被杀 部下的兵将更加乱了 逃的逃了 逃不了的都放下兵器投降 这时狄青和四虎将也一路杀了过来 和双羊公主胜利的会师了 公主一见狄青 便在马上欠身道 驸马爷 恕我来迟 狄青急忙催马向前拱手道 有劳公主协助破敌 感恩不尽 请到官上休息 四虎将在前引路 狄青与公主并配而行 夫妻在战场重逢 情意更深 双双同进帅堂 狄青说援军若迟来一日 大事去疑 眼下十分感激 公主道 膝下只有星星 罗海武艺高强 如今此人已除 可以乘胜进兵 夫妻俩正在轻弹 忽然小兵来报 关外又有狄将蓝城虎收拾残兵 前来挑战 公主道 袁帅 这个人也交于我吧 狄青道 贤妻太辛苦了 公主点兵三千 披挂出阵 狄青也带了三千兵丁 作为接应 下将蓝城虎持一时之勇 战不上二十回合 就给公主一枪刺倒 众下兵都被杀散 狄青飞马赶来 亲手接过公主的梨花枪 连连称赞她的枪法 当夜 宋营大百宴席 犒赏三军 庆祝胜利 此日 狄青下令 进军碧霞关 欲知狄青如何取得珍珠烈火旗 请看下集 甲旗求和 请看下集 甲旗求和